拜登退选后首度和贺锦丽合体 造势现场欢声雷动 拜登释出选举牛肉宣布会 让美国药品价格再度降低 我们和我们都会继续比较低 和低于牛肉的价格 全部退选后 整个人状态放松许多 不仅会和记者开启玩笑 还疑似忘记川普的名字 如今拜登帮贺锦丽站台 似乎成了民主党大力多 共和党的川普也召开记者会谈经济 而且讲了足足四十分钟 前美国总统川普台前摆了 各种消费产品搭配图表 锁定物价上涨的通膨问题 只是川普似乎对拜登一难忘 整场记者会不断提到他 还说自己有权对贺锦丽 进行人身攻击 而至于川普的搭档范斯 同意要参加10月1号 在纽约举办的副总统辩论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